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居冷的赵赵葵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 7 Plus 无线白苹果重启的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 我们首先进行了刷机 刷机可以过 还是无线白苹果重启 于是我们更换外配 再次刷机 故障依旧 拆下主板对主板进行测量 当测量到IRC总线 发现iSquad C3 AP2SCL串行时钟R7409 这条电路电压为0.1V 正常有1.8V供电 判断为电阻损块 更换R4709电阻 再次测量电压为1.8V正常 装机后刷机通过 iSquad C3 AP-SCL和SDA 这一组总线是CPU的AE66脚和AE65脚输出 控制主送框麦克风1和后摄像头送框麦克风2还有显示屏 这一组总线需要工作 首先需要电源输出1.8V 经过R4709和R4710这两个上拉电阻给它供电 这两个上拉电阻在进水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腐蚀 从而影响这组总线的正常工作 而导致可以刷机但收完白苹果重启 因为进水外配也会引起这组总线不工作 所以遇到刷机能过但收完白苹果重启 不单单考虑主板问题也要考虑外配 好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Bye